您好,欢迎收看10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潘哲宇 新闻应该是带您先来看到花莲县体育会5号 在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113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继幸福城市碑多元体育运动赛事联合开幕活动 项目包括了跆拳道、羽球、足球、射箭等7项运动赛事同步举行 吸引各路好手齐聚进行交流 花莲县113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继幸福城市碑多元体育运动赛事联合开幕活动 5号上午在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要感谢体育会及教育处 每年几乎大家知道吗 一年花莲县的赛事有多少 最少198场 最少198场 所以一年多少天 1360个天 所以我们要谢谢 真的是全年有无休 而且全年要考量到天津 天后状况还有我们的赛场状况 我们的体育会给他们掌声 这次的赛事包括有跆拳道、排球、羽球、足球、射箭及软硬式累球等7项运动同步登场 参赛者除了花莲的选手之外还有宜兰台东的选手也都组队报名 透过体育交流提升运动的技能及成长 欢迎乡亲可以前往指定赛事地点为选手加油 记者徐立琴花莲室报导 大家在哪里